大家好,我是良心大灣區我不是中介,繼續講碧桂園爆雷內幕 最近無論是香港還是大陸的網上,都被洗版式人人講碧桂園誤點事件 而話說剛剛我看到三日前,有個目標尊找香港人買大陸樓的中介 先講到碧桂園,說他做那行 當然好知道當下那行的情況,但又不想講得那麼清楚 說怕被人說他唱衰那行,蛤? 什麼不是要做良心中介,就更加要將當前個情況1510講給大家知道 讓大家自行判斷,是不是真的需要是這一刻去買 如果衡量過自己風險真的可以接受 那就更加要跟這些肯講實情的實老經紀去買 不是他以為真的不講,人家就會無情情走去給生意他們做 不是吧? 講一下碧桂園歷史,碧桂園老闆楊國強,原本是農民,他說連鞋都沒穿過 後來做裝修,做做下做到盤頭,再後來自己接起樓生意 是1992年,即是今年是有碧桂園的第31年 就是他的鄉下,信得不教開設了碧桂園起起樓啦 到1997年,他們信得碧桂園賣不去 於是就想先搞間國際學校,引班廣州,信得有錢人去買 跟著就想不如推到香港,就是這樣,當時他們是現在的旺角瓦蘭中心到搞戰燒場 當年直接去陷地排隊排到下街 就是這樣,楊國強很多次都公開多謝香港人,說是香港人令他一夜變富豪 但是很可惜,自從他們要由家族管理轉型到由外人管理後 楊國強聽了意見要發大泥繳,和要高周轉 後來簡直不記得了我們一班曾經幫他度過難關和令他發達的香港人 是疫情過三年,很多香港人因為封關反不了他 和回不了款去交管理費和收留等等 他們不單不斷逼逼逼香港人,和要完全不體諒 以前未上市前,碧桂園香港售流部是肯代收管理費 當時好到連香港業主要回去前叫物館搞清潔 他們都肯代打長途電話反信得到待傳達 但自從楊國強聽人說將碧桂園搞上市後 香港的碧桂園售流部就完全對一班香港業主割席 和想食轉介費叫香港業主,要找某間香港中介去給錢代做事 搞到一班香港業主爭到碧桂園不得了 當年,楊國強請了順德稅局副局長崔劍波做路總 但始終是未見過大場面,和沒有國際視野和管理經驗 當年很多香港業主一到假期回去,就會很怒氣 有年的復活節,有班香港人在花園門口都搞簽名會 說好不滿碧桂園的管理 其實不滿的都是因文化差異 例如,大陸人是不會知道你們香港節假日是暗時放假 結果,一到大假日,一班香港人拖著親戚朋友一起上去 上到去,區內穿梭巴不夠坐,坐不到,去會所喝茶無食 因為一下子那麼大量人進去,當然食材準備不切 同有反到去,例如家裡有些少維修 管理處安排不切人手去處理 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得過三兩日假期 哪有時間去等他們維修呢? 於是就是這樣,引發了很多不滿 香港人很喜歡投訴就全國際都知道 但問題是,你是禁罵他們 他們是不明白究竟做錯些什麼 所以就有個香港人業主,開始了幾年間 以匿名方式寫了幾百封信給崔健波去教他們怎樣管理 就例如,大陸開車是行高登 於是晚上搭區內穿越巴 要駕車真係車到埋身邊,先看到去邊 但看到時,已經揮不切手叫停車 於是那位好有心的匿名業主 就教崔健波他們,學似香港以前小巴那樣 用眼燈放在一個膠片後面,射著D字 那不遠遠都看到知道去邊 怎知他們完全超出大家想像 原來大陸當年是有走馬紅色字箱放在車頂上 那就更加清楚看到去邊 又例如,現在碧桂園物館項下的叫有雅 即是有雅遮頭的意思,就是專做二手買賣的 當年這位好有心的匿名香港人業主 就向崔健波提出,因為香港人對大陸二手買賣完全不熟悉 而且只信得過碧桂園 若果碧桂園肯做賣二手,其實是雙贏 因為左手一手賣了給香港人 然後二手香港人又賣回給碧桂園 碧桂園就兩邊吃完,就是這樣 是大約2008或2009年 第一間碧桂園的二手賣賣,就是華南碧桂園開始了 就是這樣,現在每個碧桂園樓盤 都有一間自家碧桂園的二手買賣中介 不過現在已經變了,就好像十里銀灘一樣 是2018年高峰時期 這間碧桂園物館的自家二手買賣中介 就利用香港人對大陸完全不熟悉底地 竟然買樓的,會去介紹那些叫天花板價的樓 然後去買樓的,就會彈到你家屋沒得剩 目的去壓到你個家低一低 因為他們自從上市後 已經不是拿個心去跟你香港人做事 而是只顧看錢 只要有利他們容易賺到勇 根本不理傷害得你們是怎樣 又好似當年 信得碧桂園會所有自家餐廳 那些服務員女仔 一到夏天,乘身湊湖出動 那位有心匿名香港人業主 就寫信去教崔健波 和特意寄了一支香體路給他們 教他們叫員工要查這些湊湖水 結果超出想像 原來大陸是有生產香體路的 於是他們就不單止教員工用 和簡直入貨擺系會所超市到賣 再有,因為當年都是步梯樓 迫桂園的內場銷售 要帶下爬六層樓梯去看樓 但那時 因為人人由農民工變成白領 那女仔當然人人要搶著白領 結果穿著三至四寸高跟鞋 去帶你爬樓梯看樓 當然行得多了 就不想再行 所以那位好有心的匿名香港業主 就寫信教吹健波 要那些女仔只穿半至兩寸高的鞋就好 就是這樣 而家逼桂園無論是物館和銷售 對制服的要求這麼嚴格 就是因為是這樣 和有很多 再講多一樣啦 當年後來大陸的物價是這麼加價 而有些退休香港人 當年賣了香港樓回去牆住 天天去會所喝茶 但後來喝茶是這麼加價 加到班老人家不緊去喝 於是會所酒樓沒有生意 於是這位好有心匿名香港人業主 又寫信給吹健波 跟他講 當年順得碧桂園領香港那套去大陸到 喝茶是要加一 就是這樣 這位香港人業主就提出 因為一班香港老人已經反到去大陸長住 一定要求按回大陸模式 不要加一 誰知吹健波又超出想像 因為當時去到星期六日 和香港節假日 會所酒樓逼爆 引到一班香港人遠聲再度 於是他們就改了 星期一至五 不收加一 只是星期六日和香港大節日先收 結果雙贏底下 不單止救回所酒樓的生意額 和另一班是到場住的香港老人 可以負擔少些有得喝茶 今就週末同大假日不去喝 騰空些空位給回去度假的香港消費 結果贏得一班香港人的讚賞 不過這些隨著吹健波被離職 換了現在個莫賓 同要上了時 由以往楊國強是願意拿心和業主做事 都變了現在下下趕錢 當年有香港老人業主 以為用香港模式 要買高層 但因為要爬樓梯 結果行不到 當年的楊國強 好到同意給他們免費換樓 同有有西斜業主的窗曬到自爆爛了 過了保收期 楊國強都肯免費幫他們維修 但是現在 有業主是未收樓前 原來個陽台落地玻璃門早已經爛了 但由爛到業主收樓 足足年幾的時間 叫極他們都不肯做 明明個責任是他們到 他們都不肯負責 曾經有業主發現廚房上面流水 他們打爛過地台去看 因為搞到上面同流水的業主 他們直接主動送果欄給上下兩家業主表示歉疑 但現在 條反轉 連你找物館給錢幫忙維修 原本是要打入管理費 其他類道道一起給 現在是要私自給維修完 同要打爛了你支水晶燈 爛了同講一句 說叫你去問淘寶賣家拿回跌桌 這樣都行 現在的逼桂園已經完全變了 自從逼桂園上了時候 現在你們業主有投訴 打去信逼總部到講 他們只會叫回你投訴 那些領導完全不理 結果管理當然越來越差 業主怨聲在道 以前 未上市前 你有投訴 打去信逼總部到講 他們是會由區域老總數下去到經理仔都知道 所以逼桂園不斷標榜他們是一級之質 當然事實是的 但現在 簡直衰個地底泥 楊國強不知為什麼 會由原本一個有良知的人 忽然變了總之要賺快錢 不頒得你們班業主死活 當年 楊國強不斷強調 他之所以這麼快賣掉樓 是因為有班老業主的支持 班老業主因為見到碧桂園管理得好 所以是親憑好有奸宣傳 主動帶人買樓 就是這樣 全民買房這個概念 其實是由碧桂園帶起 就是因為楊國強見到由舊業主帶人買樓 是最有效和免費的銷售渠道 但後來 他們為了賺更多 搞到質量下降 搞到人人維權 過命臭了 而今天 碧桂園除了因為大環境 中央力壓三道紅線 和三年疫情 再加全世界疫情都影響各地自身經濟外 最主要都是碧桂園楊國強偏離了做生意的良心原則 走火入魔 所以要說楊國強令碧桂園有今天 真是抵他死 他現在同要轉走幾十億去他們香港個私人慈善基金 同要物館的老總理長江和老婆 同齊齊賣了迫伏的股份 即是說他們知道今次很嚴重 分分鐘可能救不回 碧桂園要破產收場 人家說發財立品 但是看著楊國強不斷變質 碧桂園房地產事件對整個行業恢復 以及保交樓等措施有何影響 目前房地產市場總體上處於調整階段 部分房企經營上遇到一定的困難 特別是一些龍頭房企 債務風險有所暴露 影響市場預期 但要看到這些問題是階段性 隨著市場調整機制逐步發揮作用 房地產市場的政策的調整優化 房企的風險有望逐步得到化解 近期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密集發聲 表示要支持和更好滿足 剛性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部分二三線城市 也在出台新的房地產調控政策 各地房地產政策調整優化 有助於提振市場新興 隨著經濟的恢復向好 居民收入增加 房地產市場優化政策險效 居民消住房消費和房企投資意願 也有望逐步改善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